採購BNT次世代疫苗 恐怕有難度的關鍵曝光 媒體人爆樂就是因為 陳時中過去採購疫苗時 把BNT的高層得罪了 當時企業要把向原廠 口頭保留的3000萬劑 移交給陳時中 但他卻姍姍來遲 甚至醉醺醺的來 最後這3000萬劑沒有下文 陳時中發聲明駁斥 媒體人拼湊股時 想採購BNT次世代疫苗 指揮官王必勝說 若要採購得重新簽約 媒體人黃光琴爆料 就是因為陳時中過去採購疫苗時 把BNT高層得罪了 他說去年公投前一晚 陳時中在桃園宣講 而企業急著把向BNT原廠 口頭保留的3000萬劑疫苗 移交給他 但卻找不到陳時中 還出動鄭文燦去找人 甚至向蔡總統報告 最後陳時中出現時 卻是醉醺醺醺的模樣 我改把包票 他2%他那天就是喝了酒來了 宁愿去喝酒也不到這個現場 調出公投前一天 陳時中下午人出席指揮中心記者會 還被媒體詢問要去哪投票 記者會結束去了哪裡不知道 黃光琴透露會面後達成4點決議 包括跳過上海復興 可直接向BNT原廠 和BNT新加坡分公司採購 3000萬劑將分兩年給台灣 更重要的是 BNT答應隨時可以更換最新一代疫苗 還能便宜取價 陳時中當場OK交半周志浩 但後來的發展 卻是去年移交的3000萬劑 沒了下文 對此陳時中也發聲明回應 他說當天既定行程眾多 大約晚間9點會面 並非遲遲不見人影 而身為防疫指揮官 絕不可能當下做出承諾或拍板 說這場會面是移交一試 實在荒謬 黃光琴痛批陳時中把和BNT直通管道切斷 政府繞來繞去 最後只得找上上海復興 甚至他撂下狠話 還有爆料第三彈相信陳時中沒卡疫苗的才是瘋了 究竟是誰在卡疫苗將BNT置於千里之外 或許很快就能揭曉 據說林昕 林佩傑 台北採訪報導 錄雅